知道 房玉成有个女儿知道吗 不知道 出来呀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远吗 不远啊 走 你看我穿着这身警服 陪你去逛商店不太合适吧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那你想想啊 我要是去上厕所 你在门口等着 那是什么级别呀 你等我呀 就这一次啊 你去商店 我回家 我看这附近 也没什么坏孩子呀 刚才我还真为好好看你 别动 站好了 聊完好好看看 你跟女生约会过吗 经常 我不想去逛街了 我要去看电影 你 都 都几点了啊 没事 要不 酒吧坐坐吧 我觉得你不需要保护 再见 我都有那么多身西服了 还坐啊 我要给你做一身最合适的 你把我打扮那么漂亮 就不怕被人抢走吧 不怕 佳和 你这么快就能好起来 我真高兴 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放心吧 准时加募 你看 我说不该给我钥是吧 你穿那么整齐上哪儿了是吧 我呀 职业班 我今儿没事 还买了点排骨 牛要职业班 你哥没口服 咱们俩吃 行 好了 江牧 你坐着吧 我走了 陈达 我走了 混为 又给他做新衣服 也有你的范 谢谢啊 排骨想怎么吃啊 红烧 随便 红烧 行 红烧 谢谢 嗯 嗯 好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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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是值班医生 刚刚接到病人的呼叫 跟我来 哪儿不舒服 护士说的还真对 果然是你这个倒霉大之班啊 没有比你更恶毒的人 我知道你的阴谋 你救我 就是想折磨我 好让子弹打穿我的脑袋 到底哪儿不舒服 你就不想单独和我聊聊吗 我这儿 有你想要的东西 医生 都正常吗 正常 实话 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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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实点儿 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 医生 既然都正常 就离开这儿吧 既然都正常 就离开这儿吧 阿医生 您值班了 一切都挺正常 阿医生 您值班了 小小小小你 不说了 我叫你太医生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来 坐下 咱俩聊聊 你不是有实话要说吗 说吧 你肯定很想知道 我把梅香男怎么样了 对吧 她没告诉你吗 她肯定告诉你的 你就是不相信 对吧 我没工夫跟你多说 你告诉我 你究竟对她怎么样了 你别像个警察似的 梅香男 那么好的一个人 你都不信任她 我现在想听你说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我要说了 你心里就踏实了 你这个人呢 猜忌心理很重 就像很多男人一样 我的眷顶 读过心理学 德国人萨尔伦德写的 普通心理学 日本人乔本浩写的 心理学实验报告 我都读过 对 咱俩应该是医学院的同学啊 我没工夫听你说废话 只要你猜忌他 你们俩就会经常吵架 就会经常提到我的名字 即使我已经死了 但他肯定忘不了我 因为有你的提醒 你们两个日子 要是过得舒服了 我曾经操地府里 都不会安宁的 我爱想的 这是你永远比不上的 所以我就想 无论如何 我都要用一种方法 一直在他的心里存在下去 哪怕是恨的 所以 只要你的猜忌存在 他就永远不能把我忘记 这就是我要说的 实话 你想用这些话来刺激我 我不会上当的 没用的 我即使把底牌全部亮给你看 到时候 你心里照样不舒服 记住 我已经把鬼啊 放到了你的心里 敢都敢不走的 我救了你一条命 你总不能以怨报德吧 谁让你救活我的 不大事情应该结束了 你就是想死 也不能死在我的手术台上 我是没有死在你的手术台上 但是 我也许会死在 你的手上 好嘞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你可以走了 你去死吧 你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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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收工了 赶紧 早 下班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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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走了 哎 我换药 检查一下 进去吧 快 通知冯队 现场勘查完了吗 现场勘查完 弟 弄出去 快点 无关人员都撤去现场 对不起 请离开战 走过情况 对不起 更担心 两点过两分 护士过来换药 我看着护士进去 等我刚坐下的时候 听到里边有动静 我就和王国冲进去 我立即给高冰打脉 已经死了 所有的输液管和氧气管 都已经脱离他的身体 除了护士 没别人进入监护室吗 我值班旗舰的 没有 那个护士呢 在里边呢 师兄 是 你看见人进监护室了吗 我准备给一号病床的 刘总换药的时候 应该是十一点四十 我看见安医生从这个侧门进去 跟病人谈话 谁 胸外科的安家和医生 你看准了吗 应该没问题 你给我指向具体为人 他当时就在七号床的左边 安医生还做了什么 就是说话 我也没有多想 因为今天晚上就是安医生值班 我就出去换药了 你能肯定 高冰那个时候是醒的吗 不能肯定 不能肯定 宝队长 我可以单独和你谈谈吗 我们不允许单独谈 所以请你谅心 高冰按了呼叫 我知道我应该回避 可是 方医生当时不在 按规定我必须到达 所以我就去了 是和你们值班的人一起进去的 几点 十点多 高冰其实没事 他好像故意要刺激我 对我说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我猜想 一定是关于 关于我爱人 所以我心里很别扭 回来以后 心里实在憋得慌 我就通过护士值班室的 侧门进了监护士 走护士通道 是有意毁灭我们值班警官吗 是的 但是我除了跟他说话 我什么都没做 高冰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你不应该去 可是你忍不住还是去 你是想从他嘴里知道点 他对梅老师都干了些什么 你是个很自信的人 怎么突然自卑呢 你是几点进去的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 待了多久 十多分钟 但是我什么都没做 没有我们的允许 请你不要离开这儿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上厕所还要监视 对不起 我们有规定 你们凭什么这么怀疑我 干脆把我抓起来好了 我不相信 是安医生把他救活的 他怎么可能 再用这种愚蠢的方法 把他杀死呢 在没认定之前 任何可能都存在 有结果了吗 这几天 你回家好好休息 过几天再说吧 究竟是什么罪名 停止检查 这你就不要深究了 安医生 哎呀 就是遗憾啊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正在外地呢 昨天刚回来 我一想 我这怎么也得来拜访一下 是不是 你们都是老同学了 不用那么客气 这是应该的 来 吃饮了 谢谢 家恒 老安 老安你好 黄之不见 你好 黄之不见 黄之不见 你怎么知道 这周末也不闲着 把这新娘子一个人放家 你忍心呐 哎 志冰 你怎么来了 哎 新婚嘛 我得来祝贺呀 哎 老同学了 那么客气干嘛 哎 我听老倪他们说 你现在在华侨医院 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哎 怎么样 快当院长了吧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我有些累 给 不吃 这 哎呀 真 真是什么也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嗯 是这样 我们公司啊最近经营不太好 库存药品积压了不少 找过你们医院 你们的药房主任不太好说话 据说周副院长奉管这片儿 我想你肯定能说上话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但我实在无能为力 你看我这儿一夜没合眼 对不起 我要休息 哎呦 是吗 那赶紧赶紧睡去 你这一夜没合眼谁受得了 赶紧赶紧赶紧睡去 我跟你夫人再聊会儿 那你先坐这儿 我没事儿你赶紧睡去赶紧睡去 看得熬的眼睛都黑了 都睡会儿啊 以前就这样 要不您看这样好不好 改天您再来 也行 下次再说 那苹果不错 香蕉了吧 这是有最好 可惜啊 那是这个青春 行了 我走了 下回再来的时候 先往家里打个电话 省得他又不在家 老安有你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夫人 真是让人羡慕 行了 我走了 好 走了 回去了 慢走啊 你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啊 我跟你说过 这是我最讨厌的人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啊 人家说是你同学 我还能把他赶出去啊 再说了 你就是讨厌他 也没必要给我脸色看吧 我跟他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跟他 哪有那么多废话可说 那是你的客人 我问你 是不是你看见我跟男人说话 他就生气 不要把我说的那么小心眼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看你是有和男人说话的爱好 你在侮辱我 不要跟我提侮辱这个词 我对这个词有胜利反应 我对这个词有胜利反应 家和 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你完全有能力自我剖析一下 是不是我对你的忠诚永远都克服不了你对我的怀疑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婚姻就是个黑洞 不管我们的爱情有多深 永远都会被吞没的 等你冷静下来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现在很冷静 我现在很冷静 用着你来教训我 你应该知道男人都在想什么 你对他们有说有笑 他们就会胡思乱想 这你是知道的 除非你是故意勾引他们 你胡说 你怎么那么龌龊 你说的不就是高兵过去的事吗 不许提高兵建议 我演出开始了 听到政府 af实际地粮有流浪 要得干吗 听到老师又让于相信 徒留放火 一定要不得 ran 就不用判断了 我 ihm接着吃了 好像说 跟我讲 在讲嘴 在讲嘴 什么 你又远点 练出开始了 我们亲爱的女主演 粉末登场了 亲爱的男主演上场 亲爱的请听我说 我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谢谢 谢谢 该怎么办今 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年轻人从小就被宠爱坏了 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 不是罪恶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二十年里 从未遇见过的高尚女人 他能无视这一切吗 你得说你自己落妻子的现实 是的 姐 嫁给我 我要你 不浪且有什么 为了他只是为了继承他家族的遗产 而我爱你 我要你 姐 嫁给我吧 别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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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谁 谁 我 我 昨天晚上 高冰死了 他知道我昨天晚上值班 所以就故意呼叫我 我去了他的病房 他又很难听的话刺激我 回来以后我想 我必须把话跟他谈清楚 所以我一个人又去了他的病房 跟他谈了十几分钟话 我就走了 可是没想到 天不亮他就死了 有人拔了他身上 所有的输液管 警方怀疑是我 今天早晨 我已经被医院停职了 小楠 我真的不是因为你跟男人说话 我是心里难受 是我救了高冰的命 可他们为什么不信任我 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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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小楠 你要是不想和我一起睡 你睡大我睡小 好嗎 喂 媽 吃了吃了 您吃了嗎 您身體挺好啊 小楠在 小楠 剛才那事 不說 好嗎 好 嗯 吃了 吃的米飯 芹菜炒雞蛋 挺好的 你呢 你別忘了吃藥 媽 這瓶藥快吃完了吧 床的櫃抽屜裡還有 晚上睡覺別老忘了關窗戶 有文澤 她 她挺好的 我也想你啊 媽 我不跟你說了 我還有事兒 你等我再打給你 好 再見 小楠 對 對不起 對不起啊 不讓你吃到 不讓你吃到 我 走 我 我 我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你们玩吧 我还有事儿呢 早再见 早再见 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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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回卧室去睡吧 原谅我爸 我是太想原谅你了 女人不能原谅丈夫的有什么 外遇 嫖娼 吸毒 可这些都不能说明 丈夫对妻子有多狠 你呢 动手打人 小楠 我爱你 那你听我一句劝 你说 去心理诊所咨询一下 好吗 小楠 这个城里有几家心理诊所 我都知道 而且那些医生我都认识 他们开心理诊所 无非是为了混钱 他们 我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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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力的堅持 痛的眼神 淚的痕跡 用情情感去奢侈 也不能換取謊言的終止 我和我的心 終於心在生會之後 就算殘存一些牽掛 從此不散相虛偽祈求 我不是和我自己 終於心在愛過之後 就算未來已無所致 從此不散的冰雪 抓疼 從未有預感 過往墨殘 真實 找不出逃脫的理由 漂泡碎射迷失 痛的眼神 淚的痕跡 这所有心事 却不能阻止被爱的消失 我 让我的心 心中心在胜过之后 就算参见一些战挂 从此不再想虚悔祈求 我 生了此枝子 终于心在胜过之后 就算未来已无所知 从此不再也冰雪中疼 我 让我的心 我 终于心在胜过之后 从此不再想虚悔祈求 我 终于心在胜过之后 我 终于心在胜过之后